锣鼓喧天 万头传动 古来亚裔文满新村 庆祝大伯公蛋 举办游神活动 庙方邀请慈禧之工 炫导垃圾不落地 然后游神的地方的路线 是属于很干净的 庙方的期待 加上志工的用心规划 今年在游神的路线上 慈禧设了10个资源回收点 还有13个加水站 不少热心村民 主动承担服务工作 难得这个新众 看到这么辛苦 这么有福报 难为村民平安 祈求平安 然后我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所以我愿意 就是文满这个地方 曾经有得过最漂亮 还有最清洁新春假 不过很多年过后 这个环境已经改变了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 其实是在唤醒 恢复到最初的那个状态 我们遇到的对象 是不管是老人 年轻小孩 宣导应该会很直接地 打入他们脑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 这种活动 是应该要延续下去的 满是否定 环保爱地球 志工的亲身带动 搭配信众与村民的热情响应 今年游神结束 沿路依旧保持街道原本的面貌 阵阵做到垃圾不落地 大家新闻知识美职工 叶秀文 刘玲妹 马来西亚报道